为何中华文明历经千年无法同化越南和朝鲜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 为何中华文明历经千年也无法同化越南和朝鲜 这个现象确实无解 中华文明是一个大熔炉 更像一个黑洞被它吞噬的地区都会被同化 只有越南是同化失败的例子 邻国朝鲜也是如此 朝鲜自从汉武帝征服后 历代都没有被中央王朝全部占领并统治 而越南却是从秦朝一直到五代十国 被中央王朝统治了整整一千多年 就算是这样 这一地区汉人也极少 大多是少数民族居民 越南人在中国境内叫做经族 这个民族有千年的历史了 语言叫做孟高棉语族 和高棉人是一个语族 最后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 朝鲜太冷 越南太热 不适合汉人生存 汉人无法统治 令人哭笑不得 其实类似的还有新疆 西藏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不易同化 少有风吹草动 就已发生事端